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、核弹阵小岛整体地形相对空旷 只有房屋能够为玩家带来隐蔽的效果 因此可以快速藏身在小镇中利用房屋偷袭敌人 二、在小镇外部的山丘上 可以利用地势对小镇中的敌人进行狙击 玩家降落在核弹阵小岛后 可以快速搜索房区并注意观察敌人位置 假如小岛内局势焦灼 玩家可以选择撤退到桥梁处 埋伏准备离开核弹阵小岛的敌人 利用核弹阵小岛的特点震胜强敌 建筑工地位于黑色战域地图中的西北部背靠大海 建筑工地的核心建筑 是工地中央移动正在建设中的大楼 大楼内部有很多楼层 通过楼梯可以来到大楼最高处 俯瞰整张地图的风光 大楼外部围绕着大量的集装箱和板房 同时建筑工地中存在滑锁 玩家可以利用滑锁进行快速转移 一 大楼底部楼层内部十分空旷 缺少障碍物的掩护 与敌人正面交锋 很容易落入下风 可以利用大楼楼层较多的特点 与敌人进行周旋 二 大楼的顶部楼层结构复杂 可以利用各种强体躲避敌人的攻击 通往大楼顶部的路径较少 一手难攻 玩家可以选择降落在建筑工地的大楼顶部 快速拾取武器 清理降落在大楼顶部的敌人 并利用高度优势 狙击建筑工地下方的敌人 假如大楼内部战况胶着 玩家也可以选择 转移至建筑工地外围的集装箱和板房 愿各位玩家 灵活运用建筑工地的地形特点 赢得胜利 河湾镇在使命战场黑色战域中 位于地图的中心区域 因其处于四面环水而得名 小镇地势开阔 仓库 交易大楼 板房 加油站 水泵等建筑 错落有致 由于处于地图中心位置 交通十分便利 可以第一时间 赶往周围拔场 火车站等区域 一 小镇最高处水泵 可以通过爬梯直接到达 俯瞰整个城镇 优先站领 可在与敌人一对一时 处于有利地位 二 城镇最大的建筑交易大楼 楼顶有一个宽阔的天台 但无法通过楼梯到达 可以使用空降晶片 起飞降落 三 河湾镇交通便利 路上载区众多 可以通过不同载区 抵达附近安全区与空投点 玩家选择在小镇降落 就近进入不同楼房 快速拾取合适的武器与配件后 登上水泵 天台等制高点 对周围对手形成地形压制 成功消灭周围敌人后 等待附近空投与缩圈 进入最终决战 河湾镇地势开阔 防区较为分散 也可作为中转的据点 拦战向中心转移的队伍 水电站位于黑色战域地图的东北部 一河而建 水电站地区的主题建筑 是一道巨型大坝 大坝顶部的桥梁上 还散落着一些集装箱和废系卡车 水坝后方有四座塔与水坝相连 大坝底部则有很多小庞间 进入大坝内部后 可以通过攀爬梯子 或者乘坐电梯等方式 来到水电站上层 一 水电站的顶部大桥 与两侧道路相通 地形空旷 不利于防守 可以进入水电站内部 或者来到底部的房间中 利用复杂的内部结构进行作战 二 水电站底部房间众多 需要时刻注意敌人的动向 以免被偷袭 三 玩家可以利用水电站中的滑锁 穿越地形 水电站附近道路众多 可以从底层走水路 前往河湾镇 也可以沿顶部的道路 前往附近的火车站 或者封人院 玩家在降落后 可以根据站况 进行灵活选择 河岗是位于黑色战域地图 西南部的大型码头 临近核弹镇小岛和灯塔 河岗由码头和河船两部分组成 在这里随处可见的集装箱 将成为战士们作战时最好的掩体 河船船尾的指挥塔和集装箱 装卸桥能够作为高点 观察整个码头的情况 一 码头中心有一台弹射装置 玩家可以利用它来进行转移 或发起突袭 占领高点 锁定敌人 二 祸岗范围大 资源丰富 地形复杂 无力于持续作战 需要紧防敌人在转角处进行偷袭 三 祸岗内存在大量层层叠叠的集装箱 战士们需要通过频繁的攀爬和跳跃 在集装箱顶部失去物资 玩家可以降落在祸岗外围的房屋处 搜集资源 逐渐向码头内部发起进攻 并可以根据码头局势 利用弹射装置快速来到高点架枪 或离开祸岗 别墅位于整个黑色战域地图的最北部 由两栋豪华别墅和一条主干道构成 别墅西部的豪华别墅 由众多房间 庭院 泳池 以及车库组成 而别墅东部的建筑则是一栋整体结构的别墅 内部结构复杂且房间之间四通八达 两栋别墅间是一条主干道相对空旷 一 别墅中心的主干道能够被两栋别墅火力覆盖 玩家若想从这里通过 需要提防隐藏在别墅中的狙击手 二 东部别墅拥有多个楼层 在顶层可以精准狙击到别墅外的敌人 但建筑内部复杂的结构导致敌人一旦进入建筑 就很难再被找到 三 别墅位置相对较远 搜索装备后需要提前寻找转移载具 南部有较大面积山坡及树林 转移过程中需要注意其他转移队伍 别墅西部的建筑结构 与经典报复模式中的山顶别墅基本相同 对于熟悉这张地图的玩家来说 在这里进行战斗将更加有利 封人院在使命战场黑色战域中 位于地图的正西面 封人院由主大楼 若干阁楼 板房和一个庞大的直北迷宫组合而成 主大楼环形设计中间天极 内部房间众多 可以在二楼窗户观察四周外部动向 主楼北面有个大型迷宫 熟悉构造后非常适合埋伏 一 主大楼地形较为复杂 可以在一楼拾取基本的武器和道具后 上二楼观察局势 二 北面迷宫中心的建筑 通过跳跃可以抵达高点 观察迷宫内外动向 对敌人划出致命一击 三 正东面门口大概率设有载具 在清扫完毕后 可以驾驶载具 快速进入附近安全区域 玩家可以选择降落在封人院 快速拾取主楼武器配件 上二楼或者往北进入迷宫 伺机埋伏周边敌人 在左圈后 再到东门搭乘载具 史上高速 快速抵达空头点或安全区域 愿各位玩家 灵活运用封人院地形特点 赢得胜利